大家好,我姓王 我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遇见了一位staff 然后他向我分享了他的信仰 他挑战我愿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位上帝 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愿意 刚开始的话是staff在我们的学校 他们在组织团企 在组织圣经学习我们参加 但是最后他们觉得 我们可以做得更有效率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可以向自己的国人分享 我们可以进入宿舍 我们可以用汉语共流利地跟其他学生交流 所以他们就把整个学校都托付给了我们 所以就是我们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我们团体里面的人 要担负起给整个学校传福音的重任 但是他们刚开始走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一点都不适应 因为好多其他以前都在团体的弟兄姊妹离开了 最后我们只剩下三个人 但是我们从三个人开始慢慢的又找回那些愿意来做服事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开始传福音 我们做的是我们有每周一和每周五的晚上会花每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宿舍 一个宿舍接一个宿舍的敲门 然后传福音 我们的打算是我们要让每一个在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至少一次听到福音的机会 我们要让每一个都愿意听到福音的人都能够接受我们给他们所分享的信仰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我们有传福音的活动 我们也有在教练别人在做门徒培训 然后我们也会有在学校里面去寻找其他基督徒的活动 我们也有深层学习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们学生自己的带领 staff他现在是在外面在培训我们 培训每一个愿意去做的 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所有的工作基本都是我们学生来做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校会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 真的就可以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楼都可以有听到福音的机会 也让每一个可以愿意听到福音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一份好消息 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出去的时候心里都有点恐惧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敲开宿舍门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时间你们快走吧 或者我们在像宿舍里面一位同学分享的时候 他们的室友就会说你们快走吧 你们已经打扰我的学习了 或者他们就会直接去来侮辱我们的上帝 说上帝不值得他们来信 或者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可笑的理由来推翻我们的信仰 来侮辱我们的上帝 所以真的每天晚上每周我们去的时候心里都会有那么一点恐惧 但是每次传上福音之后我们就感觉到真的是被圣灵充满 虽然我们遭受了那么多的困难 虽然我们遭受了那么多的侵犯 但是一切为了上帝都是值得的 那么多的页犯